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变成一个军事用地 就这样看下去是不知的 但在我的研究和调查就发现 不单止这个地方将会被永久挖造这个军事用地 还有它这边主要开一条路是被解放军来用 但中间所有的设施安排都是完全是零资讯的 以往政府答应的就是说 这块地是被解放军拍船的 或者间中来探香港一次 它未来之前那段时间 都会被市民享用海皮的 现在眼见其实已经有些建筑物起了在这个位置 但是其实到这一刻 这个承规会都未批的 换言之政府是单方面 违反承规会的程序 竟然已经建了三个建筑物 那这两个东西是很令人难以接受 那现在你看到对面 一样可以停泊军舰 但是九仓那位绝对不是一个军事码头用地 所以我们《环保足国》的很强调一件事就是 未来如果这个真的是码头的话 应该是一个共用 开放与公众的码头 如果解放军的有船来到可以拍一段时间 那我们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可以想回 比如说皇后码头 曾经都用作 比如皇室有时候来到香港 他们都会用 但是皇后码头 其实一直以来 平时都是市民可以随便享用 市民的船也是可以停泊用的 在王船州的南面 政府已经建了一个海军基地给解放军的了 所以完全是多余的 如果现在要建一个新的军事用地给解放军 这个是反映到解放军现在在香港的行为是很霸道的 第一就是它已经有海军基地 它是要再立多一个地方 第二就是现在其实在中英的协议里面 解放军是接收了二千多公斤的英军的军营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军营是长期地低使用的 没什么人用的 没什么人去的 已经有很多声音 立法会议员已经讲过 要他们拗这些地出来的了 现在他们不单止不拗 还要多拿一些 第三我们看到高铁 高铁的列车停放柱 也是特意选择了在石江的解放军营旁边起的 它没有说到底高铁是否会拿来做运兵的用途 但是这个选择令我们很担心 而他们一直没有解释 所以在过往一段日子里面 我曾经去过信去发展局陈茂波 他还没回答我 我也在排在发展笑话委员会上 跟进希望讨论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今天是咨询的辞职日期 今晚凌晨之前 请大家真的欲紧我们的海滨墙楼 还海滨于民 保持我们的公共空间的话 都应该向城区会表示反对的意见 好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